所以,应该大家都有下载到范例档吧 是不是也都有那个,就是开启这个档案了 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再来就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部分 OK 有吗?有的话,你就是在那个讯息上面,不然就像同学在上面有 打一个讯息也OK 如果已经OK的话,那我们就往前 都有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其实 这些题目其实基本上是活的啦 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以后如果你遇到 比如说像我们在Excel里面 常常遇到就是资料里面的分分合合 比如说资料怎么样把几个栏位的资料合并成 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 可能还会凑上其他的资料 或者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要把它再分开来 比如说 像这样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要分成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把它再分开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这里面的话,就会需要用到 Excel里面的所谓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OK 那比如说我们第1个REPT LEN 那其实我刚刚讲过那个逻辑 如果你对REPT跟LEN 这两个函数比较不熟悉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切到前面 可以先做练习 比如说以 这个REPT这个工作表里面 这一道题目 里面的话 它这边是 158 158 它100 100笔 这个是敲锁 100笔给一颗星 所以这个理论上是一颗星 当然我们现在 不是要你什么 用Ctrl C 比如一颗星 就自己人工判断 一颗星 这边一颗星 如果这边呢 这两颗星 因为如果 超过 就是 200以上的话 两颗星 它超过的话不会事舍无路 所以这边还是两颗星 你就是把什么 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字 把这个字怎么样 但不是这样你用人工的方式 贴两次 OK 这个贴4次 这个不贴 这贴 但不是这样 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利用REPT函数 repeat函数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一样是插入函数 一般我是建议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完全彻底了解 这个Excel里面的函数的话 不是叫你死贝 而是要活用 那活用的第一步就是了解 Excel里面的函数 该 如何 去使用它 我是建议呢 它其实有一个固定的使用方法 另外的话 它有帮我们分类 我是建议你慢慢 去了解它的分类 那比如说呢 有关 做 文字类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 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你就选取类别的文字 那它会帮你把文字类全部都放在这里 那我是建议 以后 慢慢养成一个习惯 底下它其实会告诉你说 这个函数呢 到底是什么用途 这个函数呢 到底是什么用途 OK 那当然如果你 假如有点印象的话 以后就可以 知道说 以后呢 可以这样用 另外的话 它后面会有参数 所谓的参数就带 几个啦 通常是一个 像这边是 TEST是一个 然后甚至会告诉你说 带哪一类 哪一种类型 哪一种资料类型的 参数给它 比如说TEST就文字 那以这一题的话呢 我们是用REPT 所以你就找到REPT开头 的部分 OK 另外我刚刚好像那个问卷里面 我有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 这个我们的 Essale里面到底有 几个函数 其实 如果说呢 你 假如说找那个 全部里面的话 从头到尾 往下算下来 基本上 大概250 几个 OK 所以如果你达 250 250 几个的话 那表示就正确了 OK 那 如果说呢 里面有的 你可以做了 但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用到VBA OK 那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找到文字类 里面的REPT 开头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边有个REPT 这边其实也可以 了解 REPT OK 那REPT 顾名思义 就是repeat 重复 那另外的话呢 可能慢慢习惯 要看懂它的相关讯息 你会发现 它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是什么 一个资料是Test 一个资料是 豆典 豆典的话 LumberTimes Times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要给一个文字 跟一个数字 它就会帮我把它 重复的次数呢 算出来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第1个问题 你要 其实 顾名思义REPT 应该是REPT什么字 我要重复 这个信号 那当然你可以这边打个信号 只是你要信号 在这边打可能比较麻烦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 你就直接点C1好了 他就把C1里面这个字元帮你带过来 不过呢 可能要慢慢 习惯一点 就是说请你看一下右边这边 如果是一个文字的话 它有个特征 一定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加在自己打的话 一定要打这样 前后双引号加一个新 的一个字元 一个字 这个字帮我重复 重复几次 所以底下这个 参数的意思就是重复几次啊 而且他旁边 会有个灰色字叫数字 给我一个数字吧 所以如果你给他一个 文字的话 就看不懂 所以呢 一定要给 几次 那所以几次的话 是跟销售量有关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直接点选 销售量的话 他会直接 在 这边会帮你 产生 158颗星 那不对 如果按按确定的话 一堆星号 那我们是100币 给一颗星 所以你记得把它除100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变成1.58 那1.58就一颗星 那因为呢 REPD只取 整数啦 所以呢 他只会取到整数为1 所以出来就一颗星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把 1.58拿掉 其实你不拿掉 也不影响 可是呢 如果你想要 比较精确的话 那建议 可以把 这个1.58 改成 去掉小数点部分 取整数 那取整数的话 可以顺便学一个函数叫INT INT就整数的意思啦 所以INT 前刮弧 再加个后刮弧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 因为有INT的关系 他就把 0.58 自动去除 所以呢 留下来 也是一颗星啦 只是呢 如果你有加一个INT 这样相对会 是比较标准的 OK按确定 那确定他就一颗星 没问题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应该会出问题 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因为呢 我们的公式里面 假如是 向下填满的话 只要公式里面 有列号的话 像这个1 跟这个底下的3 他 都会帮你加1 下一个加1 变成C2 B4 OK 可是这个公式里面 你可以发现 如果我现在 这个是 C1 B3 这个应该没问题 下一个的话 变B4也没问题 因为他抓B4的资料 但是 C 这个2就有问题了 因为呢 我们这个地方 不能让他加1 如果你 不要让他加1 最简单的方法 请你在 1的前面 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表示说什么 我1 这个位置 请你帮我固定下来 给你钱就固定 OK 好给你钱 你不要动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你会发现 底下的储存格 每一个呢 都会指向1的位置 OK 那就 repeat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主要跟各位 说明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要使用函数的话 请各位慢慢习惯 用那个类别的方式 第1个 第2个的话 再切到L1N 那我们往上卷动 算这里面有几个字 几个字一样嘛 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别 里面的L开头的 所以他是按照顺序 L1N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他括弧里面就是要一个参数 那什么参数 文字 文字实际上就这个 那只要里面 有那个非数字的 他就把它当文字 所以这是一串文字 然后呢 他会 回传给我们什么 这里到底有几个字 按确定 那我们就把这个test 这个给他 这个给他了之后呢 他就帮我算完 里面呢 总共 有10个字 而且你会发现 他里面是文字 所以前后呢 会自动帮你加上双引号 然后底下的话呢 会回传给你一个数字 数字前后就没有双引号 表示是数字 按确定 那一样啦 因为这边 不用锁啦 如果你锁的话 向下填满 他就不会抓下一个 所以 向下填满 算出来 当然啦 你可以发现 身份证字号 里面 不会有 11个这种数字 所以理论上 这个应该是打错的 当然如果你要做逻辑判断 你可以在旁边再加一个判断 逻辑 插入函数 找到逻辑 if 如果这个里面的数字呢 假如 等于什么呢 应该是不等于 不等于 你可以不等于是小于 大于 不等于 10的话 或者是 你可以另外一个 等于10 也可以 等于10的话呢 那就是输出一个y好了 反之输入一个n好了 yes或no的判断 那我们就向下填满 一样可以 帮我把它做个判断 OK 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 做那个什么mid的练习 这里文字 mid的middle laps 左边算 right 右边算 OK 比如说我要取什么 取这个前面的 4个字 那就laps 插入函数 输入 这个文字 那4他就输入 OK 那这个比较复杂 这个如果说 假设我要的是姓 姓什么 后面的话呢 名字不要 我只要什么 根据称 男 男生的话加先生 女生的话加小姐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OK 也许可以练习看看 这一题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另外的话 这边可能还有一个middle mid的函数 这个也非常重要 从第四个字开始 从开始的地方 这个其实用laps 可能比较OK一点点 如果你要用middle的话 你插入函数 一样用那个文字类 里面的这个middle函数 middle M开头 这个资料给他 这个文字给你 然后从哪个字 从头 那就1 从第1个字开始 那几个字呢 要4个字 所以得到的是0551 按确定 不过这一题 有一个陷阱 就有同学常常会问说 老师 为什么 我输入的结果 并不是0551 而是 他 我刚刚输入公式 假如说 你遇到类似像这样的 状况 特别注意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 你可以把滑锁按右键 选择储存的格式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说 你原来这个储存格里面 就已经被改成文字了 所以如果你遇到文字的话 他出来的结果就是公式 要怎么样让他 不要是公式 而是结果 很简单 1 请你把文字 改成通用格式 OK 这是第1步 第2步的话 重新再输入一次就可以 所以按右键 除了格式 把文字改成通用 但是他没变 要怎么可以变呢 游标再放在 资料编辑类里面 直接打个勾 就出来了 那底下向下填满 他就 不会 重复那个文字了 这个 这个是从第8个取5个 从第8个 所以 直接改公式 从第8个字 取5个字 从第几个取几个 OK 然后打个勾 就删你 然后这个是 从 第3个取2个 所以 这边改一下 从第3个 取2个 那Midle函数非常重要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 对这个Midle函数 要非常熟悉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我先把画面 再 还给大家 OK 那先试试看看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 试做一下 因为 IPD跟L1 懂了 那再来就是 解决那个 手机 这个 串接的问题 OK 试试看 另外的话 有时间 尽可能的把那个文字 类里面的所有函数 大概先瞄一下 至少将来如果遇到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状况 你也比较知道说 原来 用哪一个函数 会 是 可以解决问题 那另外的话 当然呢 我刚刚有提到 Excel里面 只有250几个函数 那 假如说里面呢 没有办法解决问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 就 变成你要更上一层楼 要必须把 VBA学好 可以自己把 你要的这个函数 写出来 也就是VBA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制定函数 所谓的 制定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 没有这个函数 你可以 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量身定做 写出你要的 这个函数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个部分